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全台有高达3.2万人居家隔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现在狂烈的速度赶不上病毒 将会用科技防疫取代实联制 议员周永宏就呼吁市长卢秀燕 以身作则使用社交距离APP 并且加强推广 卢秀燕表示自己已经安装使用 也在公开场合 呼吁市民在公共场所使用 国内疫情持续升温 今年为止已经累计4000多例本土个案 全台更有高达3.2万人居家隔离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 现在狂烈的速度赶不上病毒 将会以科技防疫取代实联制 议员周永宏就呼吁市长卢秀燕 以身作则使用社交距离APP 这个用社群距离APP 其实我们基本上手机里面 很多人都有装 用社群软体社交距离软体 你只要它基本上是不定时的在传送 所以如果到一些 不管是机关还是餐厅各个公共场所 其实只要出示 手机出示这个社群距离软体 就可以进入了啦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并不知道 议员表示社交距离APP 主要是确保在一定天数内 有无和确折者密切接触 比实联制更能保障隐私 不会让其他人才想到访场所 呼吁市府应该加强向推广使用 卢秀燕也应该以身作则 我在接受访问里面有一段 就特别提到 那希望信徒或是要绕境的民众 那下载台湾社交APP 那这样子的话 那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 那大家就会知道 那同时传打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 这两天媒体有很多的报道 对于他的隐私权 或是会trading民众的这个行踪等等 有疑虑嘛 那这是一个资讯安全的问题 那我想就让中央去解决 卢秀燕也承诺将会加强推广 表示自己已经安装使用 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市民使用 把防堵疫情的速度加快 同时维持匡列的效益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